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 我是主持人秦伟平 今天的话题我们讲一下美国股市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美国股市的公开发表看法 美国股市会暴跌40%到70%吗 美国的税改 美联储的加息缩表 到底会怎样影响到中国经济 欢迎大家收看 就在刚刚几分钟之前 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一个采访 因为美国最近有个经济学家 叫David Stockman 然后呢 他是号称是美国里根经济之父 因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 应该是当过里根总统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 在美国呢 他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他发出一个警示或者说发表一个重要的观点 他说美国股市呢 在近期会暴跌40%到70% 在应该说对美国投资者的心理还是有一定影响 美国之音就这个问题的专门采访我 问我的看法 问我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 因为我刚才那个采访时间可能就三五分钟 有些观众朋友听的可能觉得不过瘾 可能或者说有点云里雾里听的不太明白 我想在我自己的评论自媒体里面 把这个话题再深入的讲一下 我首先第一个观点 我觉得是美国股市 它确实是现在到了一个历史的最高峰 因为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也专门发了一个推特说 哇 美国股市是一片欣欣向荣啊 发的非常好啊 然后股指都创新高 然后我说美国的失业率是16年来最低 这个当然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嘛 对吧 他在讲啊 美国股市这么好 就失业率这么低 对吧 经济还不错 意思就是我们选我当总统是对了 对吧 直接说句老实话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还是不错的 虽然川普总统呢 他在去年竞选的时候说 啊 美国怎么样这么糟糕 那么糟糕 然后事实上啊 啊 到现在为止美国经济表现不错 那是因为前任前几任总统吧 包括奥巴马八年应该算打下的基础还不错 并没有那么糟糕 当然竞选的时候要用一些竞选的语言嘛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 那美国股市确实是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 有没有这种啊 暴跌的风险 我认为其实还是有 但是我 我的观察呢 其实和美国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David Stockman的其实不太一样啊 他认为说美国股市暴跌的是啊 因为两个因素的 一个因素是美国的税改 另外一个是美联储的政策 那有些人可能听的其实云里雾里 其实美国税改啊 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竞选的重要的承诺啊 税改如果能通过的话 其实我个人观察还是对美国经济是利大于弊 而且利好还是不错的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然后川普的目标说要降到百分之十五 我个人觉得降到百分之十五的可能性还是蛮小 但是呢 如果说国会两党啊 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呢 达成减税的目标达到百分之二十的话 那其实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况 那对那个投资者来说 比如说想在美国投资的这些企业家来说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了 因为税数减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优惠嘛 是不是 那这样子的话对美国的投资也好 就业也好啊 经济也好 都是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那其实有机构专门有预测 如果税改通过的话呢 美国的GDP大概能上涨了 每年平均能上涨百分之0.3到0.5个百分点 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 大家知道美国其实他的经济的GDP增长率不像中国官方那么高 都是百分之六点几啊 这是很难的了 他基本上是百分之二左右 算是不错的了 因为他那个经济总量是很大 有这样的一个增长率还是不错 所以这个税改呢 税改如果说现在还在讨价还价的阶段呢 如果说在今年年底2017年年底能顺利通过实施的话呢 那应该说对美国股市呢是一个提振的作用 因为对经济的预期啊大家可能会更好嘛 是不是 然后股市来说他不是一个坏消息了 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是呢 为什么Derry Stockman他会讲他的税改会会影响到呢 他最主要是说不太看好这个税改通过 税改可能会遭遇到很大很大阻力 因为市场提前把那个比如说税改的这种利好已经消化了 对不对 如果说税改最后通不过 或者遭遇重大挫折的话 那个股市可能会硬生下跌这样子啊 我觉得税改如果说没有顺利的话呢 那股市可能会受影响 然后下跌也是正常的 但是会不会真的像他说的暴跌40%到70%呢 我觉得这可能性其实比较小了 你下跌个10% 20%因为这个因素有可能 40%是不太可能 但另外一个因素他说 他说本能股市的大概上涨了 从次贷危机之后一直上涨了89年这样子 他说是因为美联储的这种 政策的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对不对 那从资金释放层面来说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啊 多年的这种扩表政策呢 确实是资金充裕嘛 那个股市到了股市股市是往上涨着很正常 那美联储其实 已经开始了他加息的步伐了对吧 然后未来几年一直是加息 然后最近也公布了他一个缩表的计划 缩表呢 其实就是缩减资产负债表 那从最初的几千万到几万亿这样子 那现在再慢慢的缩回去的话 那对市场资金的供应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负面消息了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然后中国的学者我想的话 那其实影响更大的不是中国股市 而是不是美国股市 而是中国 大家想一下 他这个加息持续的加息 还有这种预期 还有这种缩表 一旦开启了 其实已经在开启了 那对中国资金外逃的这种压力会非常大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 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还是岌岌可危了 那些在中国的套内的资本 投资的各种资本 加上中国目前经营状况的一个变化 经济大环境的变化 很多资本可能会不惜一些代价 他会离开中国 回流美国 包括他的减税对不对 几乎是三板斧 减税缩表税改 简直是三板斧 这三板斧可是非常厉害 真的可以杀的是片甲不留 所以川普这一招其实很狠 他说要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不光是在中国的资本 其实在包括欧洲的资本 世界各地的资本 可能都会蜂拥进入美国 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利好 但是世界其他的经济体来说 其实是一个红析的效应 其他的地方可能会比较惨 那对于中国来说 本身的经济基本面 现在状况不太好的话 那冲击可能是非常非常之大 可能会加速中国的这种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我预测的这个中国危机路线图 可能会正式上演的这种时间越来越近 那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我也希望说中国的投资者啊 然后特别是中国的普通的公众也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这样子 那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有什么关系 我在想如果说因为美联储的这 美联储的这种缩表啊加息啊 然后还有美国的税改啊 如果这三班府都砍下去的话 那中国的股市我相信来说 肯定冲击也不会小 我不知道中国股市已经 现在只剩3000点了 会不会跌到什么程度 再跌一下也很正常 老百姓其实也习惯了这样子 割韭菜也割了好几轮 那中国其实风险比较高企的 它其实不是在股市的 而是在楼市 我相信说 像Derry Stockman他预测说 美国股市会暴跌40%到70% 我认为中国楼市暴跌40%到70%的风险 是远高于美国股市暴跌的风险 这样子 所以说当两国股市 其实这样一个联动的时候 不管是可能中国股市要跌的话 对美国股市影响可能会比较小 但是如果美国股市这样暴跌的话 它因为中国的这种因素 中国市场连锁的反应 然后美国股市要连锁下跌的话 那可能就是再又回过来 去影响世界股市世界经济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在刚才接受 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我在讲 这种冲击 这种美国股市 不会因为美国经济本身的 基本面良好 而会发生很重大的一种暴跌 可能会有小幅的下跌 但是呢 如果说因为美国这种三班府 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暴跌 然后中国经济 这种危机的爆发 然后进而影响到美国股市 那这种暴跌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今天早上 川普在发表一个 推特的时候 他说 美国股市非常好啊 然后就业情况不错 失业率是16年最低啊 这样子我就说 真的不能高兴的太早 我因为没办法确定说 美国股市什么时候暴跌啊 对不对 但是说在他任内啊 他任内还有三年多吧 是不是 在他任期内 发生暴跌的风险 还是很高的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很难想象说 中国在美国这个三班府 砍下去的时候 他的那个债务危机 和金融危机不爆发 我实在想不出来 中国政府还有什么高招 来阻止这一天的到来 或者说减缓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子 所以提醒美国和中国的这种投资者 都会非常注意 因为有很多中国投资来美国投资 他看好美国股市过去几年的这种成长 对吗 过去的辉煌不代表未来啊 所以大家要多多小心 特别说 在买一些中资概念股的时候 刚才也提醒到 包括阿里巴巴这些股票 看起来报表都非常漂亮 对不对 但是里面潜财的这种风险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们希望说 中国这一段危机 大家要小心 不是说你人到了美国 你资金到了美国 或者到了其他的地方 你就真的安全了 其实中国危机这一波的影响 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 我在即将出版这本新书 中国危机大逃亡里面 有专门讲到说 中国政府可能会怎么样应对这次危机 也讲到说 中国这次危机对全世界的影响 我相信大家可以一步一步见证 未来会发生的故事这样子 提高我们的警惕 然后尽可能还是那句良言 尽可能最大程度上保证 我们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 特别评论号的短视频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iniz divert Otшт för the last minu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unitedどうし t 感谢观看